你爱了 你是真的跟她同样 我也没想到 刚才会弄成那个场面 我跟那周小姐她 学长 对不起 该是我跟你们说对不起才对 我根本就不应该安排什么这个 什么相亲会 弄得你跟金安你们两个这么尴尬 我在干嘛我 自己的感情都一团乱 有什么资格管别人的感情 学长对不起 我有点失态 好了好了 我也不好 你是好心做了傻事 我不会怪你的 不过提到你的个人感情 上回我们碰面时 跟你提到孟和平以后 几次跟你通电话 你的情绪好像很低落 你说 这城市这么大 我怎么就这么巧又遇到她了 我想 是她故意找上你的吧 她是我一个客户的朋友 我去看客户 她也在哪 有时候老天真够折磨人的 既然你们心里都还有彼此 那为什么不能敞开心扉 把话说清楚 讲什么 该想那五年前都讲了 你还记不记得小弹弓 五年前 你为了跟她分手 拿我来做幌子 我到现在都还没彻底搞清楚 五年过去了 我看你对她的感情 一点都没改变过 为什么不敞开心扉 说清楚呢 她有女朋友了 何平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是一个 很受欢迎的女主持人 您的女朋友是谁你都知道 我想可能是老天爷 要我看清楚吧 才让我一见到她 就死青了 别哭了 别哭了啊 没关系 咱们条件也不差 我说过了 只要你点头 我属所里几个青年才去 任你挑 好不好 别哭了 没事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跟她在一起 我想我可能是 还没有准备好再面对她吧 学长 谢谢你 我想我只有在你面前 我才可以这样子好好巴谢一下 别哭了 没关系 记得大哥的话 以后啊 不许再为他伤心了 好不好 嗯 别哭 走 送你回家 走 乖啊 走 我妈听说你住院了 直嚷嚷着要帮你补过身体 特地让四姐做了一大桌子菜 比我回国时搞得还隆重 波姆太客气了 哎 好久没有去你家了 他们都好吗 还你这样子吧 我妈呀 永远把我当成小孩子 整天唠唠叨叨的 没完没了 哎 你赶快娶了我妹 我保证她不再唠叨了 冬子 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跟你说 你跟我妹的事啊 我是绝对不会前人所难的 而且我也不会介入 我是要说佳琪的事 有佳琪 她怎么了 你知道我跟佳琪的关系吗 知道啊 你们不就是大学的校友吗 我们不只是校友 佳琪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那个 我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哇塞 那天不是超尴尬 难怪佳琪急着要走 我还硬让你送 哎呦 真是的 冬子 你正经一点好不好 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我之所以会说出来 是因为 我希望你离开佳琪 你想跟她复合 我能不能跟她复合 已经不重要了 但重要的是 我对你和佳琪都太了解 你们有一百个 不适合在一起的理由 她不是你的对手 兄弟 你错了 过了五年 什么都会变的 我倒是觉得 我们两个现在 棋风对手 旗鼓相当 绝配 也还是你 你喜欢把爱情当游戏 你享受征服的快乐 而她不是 当初佳琪在你眼中 什么样我不清楚 但现在我很明白 她是最适合我冬子的女人 冬子 佳琪都玩不起的 玩不起的是你 不是她 也许她现在跟我一样 正在享受挑战爱情的乐趣 和平 尤佳琪夹在你身上的伤痛 你这么快就忘了 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而我 比你清楚多了 好了 走吧 去接蝎子了 人家七小姐出来了 人家七小姐 不要紧 可以帮我贴个饼吗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紧 谢谢 大家不要紧 一个一个来 不要着急 都能签到 不要紧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干我了 干我了 谢谢 妻子现在的人气可不得了 不要紧 现在网络上有一个什么 最佳女主持人的票选活动 她一路上升到前三个 你来 你来 她一直都很优秀 你爸以前跟我说过 妻子得过严谈比赛冠军 而且还是辩论社社长 家里的奖牌堆了一大堆 她一直是我们家的骄傲 你来 你来 这是你的吗 好好 谢谢 一个一个来 妻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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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帅 不好意思 我的手来 再见 走了 一会儿再讲 见大主持人一面好难 哥 大家不要急 下一次 阮江金小姐 一定给你们都签上 好吧 好吧 走 走了 拜拜 回家了 走 下班了 走吧 等等 我跟你起 好 干嘛 你晚上要是有空的话 我请你吃饭吧 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哎呀 就那一天呢 我知道我很不跟你面子的 你一定很是我的气宝 没有啦 是我自己没有考虑清楚 其实你跟学长 不太合适 应该是我跟你道歉才对 死了 算了 不要提他了 不过 有好的对象 你还是要介绍给我认识的 其实呢 那个徐时锋 他的外形条件还是蛮可以的 就是嘴巴太臭 说的话没有一句重听的 你说律师是不是都是这副德行 谁嘴巴臭啊 中了你还有谁啊 我爸 我嘴巴臭 救救救救救 好 本来我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的 是跟我们大家的福利都有关系的 嫌我嘴巴臭啊 我不说了 哎呦 静哥哥 开个玩笑都开不起啊 什么啊 我嘴巴臭嘛 不臭不臭不臭 说了 说了 不说 那 你假期也想听 你说给假期听吧 嗯 嗯 我刚才啊 从女王的办公室出来 她跟我说 她结了个地产大案子 利润高 如果谈成的话 女王就会奖励 人工利游啊 真的 嗯 我哪有谈不成 会不会 这年假都泡汤了 我看她胸有成竹的样子 已经弹得七七八八了 太好了 佳琪啊 当时我们就可以去三亚 我新买的比基尼就有机会亮相了 佳琪啊 到时候你展现一下你那S型的身材 再配上一条T-back 我们俩就可以在沙滩护了 好啊你 你这是卸墨杀人呢 喂你好 大名广告 您找哪位啊 佳琪 她在办公室吗 在 请问你是哪位 别那么啰嗦 让她接电话 什么呀 打她手机永远不接 佳琪 找你的 我 好像之前那位亲戚 喂 我是佳琪 是我 宝贝啊 我在跟老孙开会的 我马上给你回过去 马上马上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吗 嗯 起来 爸 天气太快 太快